和力群、北极龙树被刊式造像的技术传承和构图特征。 自佛法东传伴随着本土化的进程佛教造像的样式, 也在不同历史阶段因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而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善变之中公元五。 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先后经历了梁州模式和云冈模式两大发展阶段, 并形成割据时代特征和区域影响力的造像样式公元五世纪后期 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及孝文帝主政期间, 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模仿南朝造像风格的包衣不带袖骨倾向, 使造型成为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的主流, 就以造像碑和碑平式造像碑代表的佛教造像而言, 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公元六世纪中期直至受极多造像风格影响的北起, 西样式佛像的出现,与此同时北魏以来传统的碑霉背平样式, 也在中原北方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依龙树被刊式造像的时代和分布地域龙树被刊式, 造像属于南北朝时期, 广泛流行的背平式造像中的一类, 与通常所见立面呈尖霉状,顶端前倾,边缘常设火焰纹的青石, 或沙岩日背平造像不同, 这类造像的材质几乎均为古生白石的变质石灰燕, 一级俗称的大理石, 原料在金太昂山沿线的北京房山, 河北定州及河南安阳等地均有出产, 造像的背平立面成乎扇形, 由两株交互缠绕的菩提树构成, 层叠的树冠形成被平距石状或飞灵状的边缘, 造像组合周边常有龙、塔、飞天、英诺等装饰, 图一,图一夜城遗址出土北齐龙树被刊式造像典型样式,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这类龙树被刊式造像, 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 太行山以东的古河北地区, 地处金金纪录与四省交界处的东北北齐国, 都夜城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 历年陆续出土了许多北朝白石造像, 有以近年来一城北武装、佛教造像、埋藏坑和陈安南街寺院遗址的重大发现, 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于北齐龙树被刊式造像的认识。 河北定州是北朝时期重要的工艺基地和佛像制作中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曲阳修德寺出土了大量北朝至隋唐的石造, 向嬴使龙树被刊式造像最早的考古发掘出土实例, 一城和定州之间的理线, 高城和邢台等地历年均有此类造像的出土, 图二图三,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造像在山西太原华塔村亦有少量发现图四。 而近年在玉北西乡时代华亭遗址的发现, 则使龙树被刊式造像在河南地区的首次出土, 另外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日本根京美术馆, 日本仓夫式大圆美术馆,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 法国巴黎及美博物馆等国家及中国台湾, 香港地区的收藏机构中, 也存有不少早年流失于海外的龙树被刊式造像, 图二里县出土北齐双丝围向图三形台, 南宫厚底格出土北齐佛武尊向图四, 太阳华塔村书土北齐菩萨无尊向, 图五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收藏北齐思维, 像图六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 收藏北齐双菩萨向, 该类造像出现的时代相对比较单纯, 公元六世纪中期初见雏形, 北齐文宣帝高阳天堡, 末年以后广为流行, 成为以夜城为中心的北齐中后期佛像的典型让势, 并对周边地区的佛教造像,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百七十七年, 随着北齐灭亡, 北周五帝将灭佛运动, 推广到夜城及北齐境内, 之后, 阳间又在夜城实行了毁城移民政策, 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 在此期间遭受沉重打击, 四塔近毁, 僧众流离失所, 流传二十余年的龙树被刊式造像, 全集淡出历史舞台, 二龙树被刊式造像的构图特征, 和技术传承北齐的龙树被刊式, 造像从体量上, 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普遍特征, 是以弧扇形的双树构成背平主, 遵合斜式形象, 几乎均为身着薄软天体服饰的北齐新式样造型, 大形像一般通高六, 零厘米以上, 通体是以彩绘和贴金主尊, 以作佛为主, 个别以焦族弥勒, 思为太子或菩萨作为主尊, 常见七尊相祖和邪式, 除弟子和菩萨外, 还多见一种投书大逻辑的形象层点的双树被平立体感很强树干, 分叉处镂孔透雕有些分两层, 甚至三层透雕造, 形极为精致被平中, 上部飞天手捧带状因落遮户主尊顶部多雕设利塔菩提树底部, 树干或设利塔两侧, 长雕体型脚件, 弓身央肢的龙方形底座, 正面雕双尸香炉, 图七夜城北无双出土, 大行北七佛七尊向正面图八夜城北无双出土, 大行北七佛七尊向背面, 风形象通高四十厘米左右, 主尊有作佛, 菩萨和斯为太子的, 组合以五尊或七尊交为常见, 狐扇形的双树背平, 多为单层镂孔透掉, 部分斜式的连台下方, 或菩提树干雕出龙的形象, 主尊上方飞天长托捧小作斧, 底座正美人为七底浮雕出的双尸, 香炉和立世, 侧面和背面有时浮雕即乐或神王像, 图九,图十, 图九夜城北无双出土中行北七佛七尊向正面图十夜城北无双出土中行北七佛七尊向背面, 小形象一般高二十到三十厘米, 基本样是与较大的透雕背平相一致, 多是以官式银为主尊的三身相组合, 虎拱形的背平, 也是双菩提树形式, 只是造型简单, 雕刻较粗糙, 术官多为简地浅雕或阴线刻, 少见镂孔透雕者, 底座上的双尸香炉等图案, 常简单雕刻或以墨线勾绘, 其极字体亦略显草帅, 措字极简笔字常见, 从提计内容和雕刻技法等方面分析, 这类作品均为级别较低的民间造像, 时代多数北七后主统治的天统之五平年检, 图十一。 图十一夜城北无庄出土小型菩萨三尊, 竟有关龙术被刊示造像的坟本来源和经本依据, 目前尚未发现明显的证据, 以下是从白石漏孔透雕的技术集龙, 术、塔构图形式的变化, 分析此类造像形成的时代机演变趋势。 从现有材料来看, 无论是透雕技术的广泛运用, 还是一整株的菩提树作为背景, 都与太子树下思维图像有一定的联系思维, 像的起源很早在印度、中亚、新疆和西及中原地区的早期图像中, 均有件早期多, 是作为辅助的题材或服装故事中的, 一节出现北魏晚期以后, 思维太子的图像逐渐流行先是浮雕, 因刻或采汇于贝平背部。 至迟在东魏初年, 已开始成为贝平正面的主尊造像其特征, 普遍为太子置身于山林, 树下菩萨装束, 头戴宝冠景悬像是, 上身半裸身披搏带或阴落下, 身着液的长裙右手主家半家, 坐于树腰藤座上, 坐陈思冥想状图十二, 较早的思维像通常坐在丹珠树下, 而东魏武定年间五百四十三年到五百五十年开始, 出现思维像居中, 双树对称布局的构图现存较早实力, 唯一成一致出土的东魏武定, 二年五百四十四年, 张景张造观世音像, 该象通高四十厘米白石至, 正面雕刻观世音集二斜式菩萨, 底座浮雕双师香炉集神王, 向贝平背面因刻树下思维, 向太子居中半家座, 汉首处三两侧, 各有一株菩提兽树关层叠交合, 相互缠绕一与北极双树被平的样式, 有异曲同工之处, 图十二叶成一致出土东魏菩萨三尊, 向背面思维像图十三, 叶成北物装出土东魏武定, 二年张景张造观世音像背面思维像, 东魏时期叶成及河北地区佛像的一个显着特点, 是白石取代青石成为造像的主要材质作为主尊的思维太子, 将由于造型的立体特性, 往往会随身体的姿势或衣, 循合披驳的走向, 进行局部套雕之地细腻的白石, 也适合于这种技术的运用客, 北林章叶成遗址汲取杨修德自出土的东魏时期, 思维太子相普遍存在局部套雕的情况, 具体实力如修德自出土的东魏星和元年539年, 道起造思维像和东魏星和二年, 540年迪广受造思维像北武装出土的东魏武定, 二年544年和皮沙里回相造, 思维像更具代表性, 带象通高48厘米白石质, 基本完整表面有彩绘和帖, 金蚕独尊为思维太子头戴摆冠, 景悬陶形象是上身半裸下身的裙, 右手主夹左手伏西, 脚跺连台半夹坐子两侧, 各有一身斜石背瓶中上, 布雕四身童子像的飞天顶部, 为一连花化身童子被平背面雕一菩萨二弟子, 其上方各有一身供养菩萨, 双手和十侧身狐柜座里拜状顶端为一连半盒, 也衬托的火焰模拟宝珠底座正面, 为双石香炉两侧面, 各伏雕三身供养菩萨, 背面两边各一身供养菩萨, 手托宝珠中落魏纪念提克, 五丁二言六月念三日佛弟子和比沙利回乡, 造太子四位依居普悲有形之类素登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 该项不仅运用了镂孔透雕技术被平正面上方还浅雕出成层, 叠山栏状的菩提树官图案, 而被平背面, 二弟子身后, 也已雕刻出圆主体的树干形状, 从技术和构图方式上, 均已出现北七龙树被刊施造像的端倪, 图十四夜称北无庄出土, 东魏武定二年和皮沙利回乡, 造太子思维向正面图十五, 夜称北无庄出土东魏武定二年和皮沙利回乡, 造太子思维向背面, 目前发现最早成型的龙树被刊施造像, 是2012年夜称遗址北无庄佛教造像, 埋唐坑出土的北七天宝元年, 五百五十年法造像图十六, 带象十字介于青石和白石之间内涵较多杂质, 表面泛黄造像底座和背平, 上端惨惨, 高二十二四厘米储存被焦足做佛斗, 继扁圆面相丰于, 身着贴体坦又袈裟, 偏山搭处又剑, 右手十五位印左手作与夜印焦足作与养连台上, 双足分别由一座姿小人城, 托两侧各有一身弟子和菩萨服饰, 面相极姿势, 一军为北七开始出现的新样式背平, 由漏孔透雕的两株菩提树交叉缠, 绕而成层叠的树冠, 构成巨齿状的边缘背平上, 严成弧形前倾上保留早期间, 没背平的样式背面, 清晰可变层层交叠的树冠。 图十六节, 城北无庄出土北七天宝元年法道佛五尊像图十七, 亦城北无庄出土北七天宝元年法道佛五尊像背面踏片, 综上而论, 北七龙树被刊式造像的漏孔透雕技术, 是建立在东魏以来, 白石造像的工艺基础上, 双菩提树的构图特征, 萌发于东魏五定年间的太子思维图像, 主尊造型则是吸收了印度极多王朝, 新一轮传入的造像样式, 同时继承北日以来, 背平式造像中龙、塔、飞天、樱落、宝珠、香炉等传统因素, 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造像样式, 其形成与流行与北七初年政治取向的鲜卑化和西乎化趋势, 以及招玄大统法上实行的宗旨改革密切相关。